当小星与拥有50年经验的采蘑菇高手对决 谁会更胜一筹呢 这天广志公司的客户准备去蘑菇厂遇见 于是广志和川口就带着小星先去观察一下 就在这时 蘑菇厂的负责人前来招待广志他们 等来到森林后 负责人决定让广志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采蘑菇秘诀 只见负责人气韵丹田 双目一鸣 很快就从树丛里找到了一个蘑菇 广志和川口见状顿时就被震惊住了 看到了吗 然而下一秒 负责人就遭到了小星的啪啪打脸 只见小星随手就找到了一个蘑菇 而这个蘑菇甚至还比负责人的大 小朋友你真行啊 虽然你外表年轻 不过在我看来 你一定是累积了多年才相互的修行 最少又有30年 拜托他才5岁 接下来负责人又在一处树下找到了很多蘑菇 奈何负责人还没骄傲几秒 小星也找到了一大堆蘑菇 更让负责人震惊的是 小星找的这些蘑菇居然没有一颗是有毒的 随后负责人便继续深入森林寻找 小星见状也是紧跟其后 过了一回 负责人就拿着一颗五绒走了出来 可还没等他在广志他们面前炫耀 小星也举着一颗五绒跑了出来 负责人见状再也隐忍不下去了 于是便提出要和小星来一场采蘑菇对决 广志文严厉马表示 你说要比赛可是他还是小孩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彩香菇自历五十年的我的自尊心不容许这样 这就是名人队大师的比赛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就在今天从彩香菇界退休好了 没办法 广志和窗口只好让小星应战了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只见小星和负责人同时就冲了出去 负责人一上来就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很快就采到了一大堆蘑菇 另一边 小星凭借欧皇的体质 用一颗蘑菇一下就找到了更多的蘑菇 负责人见状便开始使出了阴招 结果没想到又让小星找到了更多的蘑菇 此时小星的篮子里蘑菇不断变多 眼看负责人就要输了 广志顿时有些惊慌 如果负责人退出这一行 那将是他们公司最大的损失 于是广志决定偷偷将小星的蘑菇放到负责人的篮子里 奈何小星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篮子 没办法 广志只好让川口这小子帮负责人去采蘑菇 最终有了川口的帮忙 负责人才赢下了这场比赛 你做得了 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 就在负责人嗷嗷得意之急 却发现了自己的篮子里有个毒蘑菇 你也要去别冲动 别人以退啊 这人就不行 我既然踩了毒锅放进篮子 这是不该犯的错误 我